台灣金融史上最驚爆的霹靂火 我們看到中信金半路殺出成咬金 終於亮底牌 每股收購價14.55 優於台信金的11.68元 大家就說了 等著看 今天14.55就是星光金股價的地板價 但為什麼今天沒有所掌停呢 而這場併購大戰打到了今天 最讓人跌破眼鏡的是他 孤家二少 孤仲贏 早就大買星光金了 難道就是一場孤家兄弟 跟吳家兄弟的大亂鬥嗎 對 沒錯 軍事長開場開得非常好 就是這一場所謂 這個星光金的爭奪戰 的確是吳家兄弟跟孤家兄弟 自己大家在那邊 生病生的一個過程 裡面有暗潮汹湧 結盟或是對抗的一個態勢 好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當然重點就是星光金 因為不是說14.55嗎 照理說要開在14.55以上 就比想要今天一直在震盪 震盪 震盪最後收在13塊左右的價格 而且他今天爆出了153萬張的這個狀況 然後台信金同樣也爆了3.7萬張 好 那為什麼至於沒有 為什麼沒有14.55這個價格呢 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當然是金管會的態度 因為目前為止這個合併案 尤其是合議案 他們合議併購這個案子 應該金管會可能會通過 但是你要收購這個案子來說的話 目前為止你中信金要跟金管會遞建 金管會遞建來說的話 他要這個最快來說 今天才可以遞建 那問題是說目前會指中信金的這個 中信的這個總經理 還有銀行局的局長都不在國內 所以按照這個時間點來說的話 可能在9月16號之前會批准 萬一沒有準呢 所以這是市場上擔心的第一個點 為什麼他沒有開在這個位置上 第二個點就是因為他不是用這個 現金4.09加上股票0.3132股去收購嗎 所以這樣才有所謂的14.55塊這個價格嗎 可是問題是大家擔心什麼 你中信如果要吃下星光金的話 你的股體質可能會受到影響 那你中信股價可能會下跌 所以用這樣來換算的話 為什麼股價漲不到14.55就是這個原因 不過我覺得如果這兩個問題都能夠解除 包括說金管會如果接下來合格 或說中信金有更多的這個營運難途出來 搞不好就會慢慢逼近這個收購的 這個價格的問題 尤其是這一次對中信金來說 我們覺得估重量看起來的話是勢在必得 尤其是他出這個價格 我們剛才不是講嗎 收購價是14.55 14.55來說 溢價30% 溢價30%當然對小股東非常有吸引力 尤其是他這一次把收購的上限 從原本的25%提升到51% 為什麼要提升到51%呢 提升到51%就是說 即使我在9月10號 我都沒辦法進入臨時股東會去開會的話 因為我已經收購了51% 我收購51%的話我在未來 可能在你們的心心整病之中 我就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甚至假設就這樣 我如果要收購你的這個股票的時候 那請問你會去投贊成還是反對 我去投反對啊 對啊 所以我只要收購越多越多的話 反對的聲音就會越來越大聲 對 那些股東就會反對 所以他用這樣的方式 反正我才賭一把 如果這樣收購得快的話 搞不好臨時股東 我就可以翻盤了一個狀況嘛 所以我說小股東的委託書非常關鍵嘛 對於這個股東目前為什麼 怎麼判斷呢 我覺得也很簡單 一個是你看收購價格 哪一個高 哪一個低 然後就判斷說經營能力到底誰好誰壞 然後這個換股條件怎麼樣 我相信股東們自己 就會有自己的這個心理的想法了 好 我們回到這三個 非常非常關鍵的三個字 叫做委託書 拿得到委託書 你就拿得到天下 是的 問題是你要買買買買超過51% 有這麼好買 這麼容易嗎 對 沒錯 我覺得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的確是有難度 但是不是沒辦法達成 甚至還有人就說中信不用怕 買不到51% 甚至搞不好會買到70%到80% 就好像是當年的這個渣打 併購這個新竹銀行這件事情 這是怎麼樣呢 主要已經是2006年的時候 渣打當時說他要公開收購 新竹竹商銀的股票 他是用24.5%要買100% 當時的這個新竹商銀是14.75 17.45%跟24.5% 當然差價非常大 所以全部都買 所以後來他順利收購到95.4% 而且大股東還鼓勵說 能夠賣就盡量賣 全部賣給他 但目前為止來說 怎麼那麼難呢 我覺得這一次我們就講 以目前為止至少估重量不會 估重量 無動量的股票 就不會賣給他 所以至少可能最大上限 約會在70%到80%左右 那我們就看他到底能夠買到 多少的一個狀況 好 另外一個 這時候除了他們兄弟這個 吳家兄弟這個 有一點心結互增之外 這時候冒出一個非常有意思的 那就是估重銀 我們估重銀他最近 凱基金控剛成立 結果沒想到人家發現到說 你凱基證券居然在買 這個所謂的星光金的股票 買了非常多 尤其是他是上週五 榮登券商買賣之冠 然後其餘買賣的都是外資券商 所以你在買那麼多幹嘛 你就說難道你估重銀 要跟老大哥破冰 你要幫他一臂之力呢 還是你其實也是在賺 中間的價差 反正我買了我賺給我丟給你 獵豹了這個本質又出現 我們不知道 不過你可以看到說 顯然這兩對兄弟 真的還是非常有細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看到了 估重銀出高價 讓人不忍拒絕的高價 小股東發難就是最好的證明 那這時候原本上星期 我們以為勢在必得的台心金 吳東亮他錯以代比他沒託動呢 他可能也不是說省油的燈 吳東亮他還想了非常多方法 包括說像目前為止 傳言說台心金要組一個叫 泛星光聯盟 要對抗中信金的一個狀況 我們知道說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泛星光金的聯盟來說 當然主要是以吳東亮 自己本身的持股 還有紅氏家族 還有其他的大家族 整合起來的一個狀況 目前為止來說 他們希望能夠跟這個中信金對抗 不過難處難在哪裡呢 因為星光金的個人股東是53.5% 佔非常多 法人大概佔30.3% 然後外資大概佔16.12% 所以他可以拉攏的就是外資的部分 還有他們自己本身的部分 可能個人股東會看的就是價格的高低 對不對 尤其是對這個 對所謂吳東亮來講有幾個壓力 第一個 這一次在這個整個 星光金整併的過程裡面 他們的星光金的另外一個大股東 星光三越的董事的這個廖惠敏 他是契犬的一個狀況 我們看到星光三越 在這一次的這個星光金裡面來說 他佔股是3.53%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第五大股東的這個玉鐵 目前為止 他當然在台面上的持股 是1.29% 不過大家都認為說 他自己加上其他的股票 大概有4% 所以等於有4% 加上月末是3.5%左右的股份 這些可能目前為止 對於星星整併他是投下來反對票 至於說他會不會賣 或說他未來的態度怎麼樣 這個當然就是吳東亮要留意 或是說要注意的一個狀況 好 除了這個裡面的這個 泛星光聯盟有一點點必須之外 當然吳東亮不是只有這一手 他還留了另外一手 什麼呢 當然馬上去徵求委託書 現在目前傳言說 他已經跟這個全通 還有長龍 廉州等三大 民間徵求委託書 拿到委託書的這個徵求的這個助陣 尤其是獲得了委託書大王 張永祥的助陣 所以就是說他希望能夠說 透過委託書的這個收購 我能夠拚三分之二人數出席 然後有超過一半的人可以通過 那當然這就有可能會有 這個狀況會發生 如果真的是如同這樣的狀況 好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這個委託書徵求到底難不難呢 委託書主要有兩個在徵求 一個是券商 因為營業員 譬如說這個巨像 如果我們下單的營業員的話 營業員知道你有星光金 就說那你要不要 所以券商就有一個通路 另外第二個是委託書的這個通路商 那委託書的通路商 就是我們常常會去領這個禮品的這個地方 那委託書他們當然有 他們透過他們特殊的管道 可以知道一般人吃的股票 他知道誰的手上有星光金 對 而且他還可以知道 你可能也不知道 券商也不知道 誰有星光金 他都知道 所以你看他們目前全統有129個據點 長榮有121 連州有115 所以等於是有這幾個據點 那是吳東亮來反擊 吳東亮最大的這個利器 好 那我就問你了 今天為什麼大家都說得委託書得天下 問題是董事會裡 如果我是大股東 我占20%的大股東 拿不到委託書 我也可能翻嗎 反之 如果就算我只有一% 我是極小的那一% 但是我滿少的委託書 我還是穩坐經營權大位 對 委託書到底多重要 我們給大家講 目前為止台灣有50家上市三位公司的 董堅持股不到1% 這裡面有包括台泥 中信 還有玉山 聯電等等一大堆 結果沒想到他們覺得還可以穩住 因為委託書的幫忙 但是反過來公司派有兩成的股份來說的話 你不見得會贏 前一陣子的有望 還有榮剛 你公司派兩成還是輸 所以可見委託書是個非常重要 所以才說這一次或許成敗的另外一個關鍵 反而是出現在委託書 特別是張永祥這位委託書大王的身上 心心病或者三方惡鬥決戰委託書 委託書決戰這個人名叫做張永祥 一個人可以決定我們接下來的金融板塊 對 沒錯 人家就說了 事實上台灣的所有的老闆認識最多的 大概是張永祥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要這個委託書 你就來求我 要求我幫忙 但問題他有一個特色 雖然說他之前也跟菇仲營合作過 所以他這一次跟這個所謂吳東亮合作 那你說他會不會倒戈幫這個菇家 不會 因為他很有益氣 他有益氣到什麼程度 我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1995年的時候 當時有個飼料大廠叫上德 有經營權的爭奪戰 然後結果張永祥當時就幫他們的老闆 就幫他老闆的時候他想要說 我到上德公司去跟他們老闆談事情 結果沒有要進到上德公司之後 就像你知道 有多年輕人就說 你是不是要來找老闆 他說對 然後就把他抓住了 把他壓住 壓住之後你知道 還把他壓在地上之後 拿那個槍抵著他的這個 這個所謂他們的天靈蓋這個地方 然後還對空鳴槍 就說如果你不聽話 你敢介入這件事的話 可能下一個就是你 怎麼這麼忌諱他的介入 他的介入會帶來什麼樣翻天覆地 因為他介入之後 讓公司派當然就是能夠 掌握這個多數 所以這個就是經營權大戰的時候 人家知道他是個重要人士 我跟他講有幾個關鍵 2004年的時候開發金爭奪 當時不是菇仲瑩跟陳敏遜嗎 他就幫菇仲瑩嘛 所以我才說他跟菇仲瑩是朋友 那這次會怎麼樣 他站在對立面 他站在星光金這邊 台星金這邊 對 但是我就講 他是一個非常有益氣 連你槍抵著我 我都不會 他既然站在台星金這邊 他就會幫台星金 甚至在1994年的時候 當時東元不是有 他其他的大主公反起來 要抵制黃茂雄嗎 要把黃茂雄拉下來嘛 那就是說你是市場派 結果當時黃茂雄怎麼辦呢 他趕快去找這個張永祥 也是張永祥幫忙之後他才穩住 所以你看黃茂雄 還有這個開發金的中奪戰 還有以前的那麼多中奪戰 都是張永祥 甚至還有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什麼 這個忠仙 忠仙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知道以前的老闆王朝慶 他有時候會有一些 市場上面的一個爭議事件 譬如說他當時1984年的時候 王朝慶因為挪用公款 他被收押禁件在這個攤口所裡面 就公司派被收押禁件 對 那怎麼辦呢 問題是當時就準備要董金改選 怎麼辦 結果你知道 這個王朝慶就趕快 這個趁律師能夠來見他的時候 就趕快寫了一個紙條 就丟出去找張永祥就對了 所以就找張永祥 所以後來張永祥就幫他收購了 很多的這個所謂委託書 那時候委託書 因為王朝慶關在籠子裡面 他想說另外一個這個陳德森就說 那我就去我找張永祥 他已經買手委託書了 對 我就跟他說這樣子 王朝慶都在這個所謂監獄裡面 我拿到金權OK嘛 好 那你就把你的委託書賣給我嘛 10倍價格 賣 10倍耶 君強 我就說張永祥就是厲害 就說我不賣 因為什麼 我跟你談好的事情 我就絕不會反悔 所以才說這次好看在什麼地方 張永祥他跟這個孤仲穎 是認識的喔 但是他這一次是站在 這個吳東亮這一邊 所以我才說這一場大戲裡面 不只牽動兄弟之間 還牽動到委託書之間的 一些相關的故事 來支持武器暴行文 巨像還有優秀的武器暴行文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